儿子对他一直怀怨恨心 现在他得了癌症 你为他做了很多事 事后他两年包括做了很多佛事 做儿子都不理解不感恩 对我还是意见很多 好几年都不叫我妈妈了 请问我们母子之间是什么因果 怎么化解这个关系 忏悔第一吧 因为有些人是一定要问到真的他才要忏悔 所以基本上你先要做的事 让你儿子觉得你改变个性 因为你过去的个性 不管你跟他什么姻缘 你这个个性让对方很痛苦 所以这个个性大部分你的控制力又很强 过去你不是做他妈妈也是这种个性 控制力很强 所以他对你很无奈 很无奈 现在做母子的你依然是如此 更是如此 因为我是妈妈 你更想要控制他 过去你做他太太的时候也是如此 所以他爱你 但是又加上恨你 所以你一定要修行是修这个 修行不是我念了什么经 我去参加什么法会 那是个祝愿 修行是你真心的改变你的个性 人性 是吧 所以改变个性 不要控制 对吧 他现在已经得病了 你就替他该做的做忏悔放生 但是做儿子的把母亲当作一个对立 也是他病的原因 那你要讲说这样子也是因为你的个性控制力 让他有这个心态 所以他会变成这个病 所以这一点祈求佛菩萨 让你能够放下 不要控制你 所以而且重点是你为什么会让他敢 因为你所有的注意力都在你儿子身上 就会让他很痛苦 这个因为执着 因为你认为我爱你 一个妈妈爱儿子 一个太太爱老公 就是要控制对方 你去哪里 电话什么都要讲 他就很恨 所以把对方爱到生病了 就是个道理 如果夫妻什么还可以闹离婚 母子关系就没办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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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